当前仍然处于高位运行 而民众则是继续抢买物资 主持人方方方久居上海 手机竟然加入了30个群组 只为了团购 还不小心买了200颗蛋 也有外送员靠着 请跑60笔订单 跟客户的大笔小费 一天就赚了4万多台币 上海封城最美丽的主持人方方方 竟然也成了抢菜一族 他和老公儿子移居上海多年 近来封控在家参加团购买菜 手机里多了30几个群 像无底洞一样乱买 每天紧盯手机 常常下午就没电了 他说日前想买蛋 因为不晓得谁先送来 就到处买 没想到同时送到 家里突然有了200颗蛋 上海因为缺少物资 一物一物成了日常 排名第一的是零卡可乐 能换任何东西堪比软黄金 之后是烟和鸡蛋 一名男子已出借自己养的橘猫 半个小时和邻居换了三颗橘子 你要不要录下我的猫 然后就把我的猫拿过去 疫情下外送员超忙碌 一名顺丰同城的外送骑手 光是4月9号一天 就进账16000多人民币 约46000多台币 当天他完成了60笔的外送订单 基本佣金约台币2400 奖金7700 大部分收入来自顾客小费 高达36000台币 送这些生活用品的单子都挺多的 这个时候我们都是能够多带几单 就多带几单 配送员走遍全程 为了不给自己的社区和家人 带来风险 干脆睡在帐篷里 每天卖力赚钱 兰州大学建议的系统预测 上海本轮疫情将在5月3号左右 得到控制 将有超过30万人染疫 至于台商电子业重镇 昆山原本12号结束静态管理 最后关头宣布 再延长7天到4月19号 并调整为分区差异化管理 而苏中市虽然强调 没有封城计划 但有了上海的前车之鉴 大批民众涌入超市疯狂 抢菜囤粮 成堆成堆的搬进购物车 又将货架给搬空 随时做好准备等封城 记者最后报道